他一听这个事情 他说是不是那个出卖教会的那个人 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定势了 就是觉得他是出卖教会的 他是有点类似像 犹大 犹大得了该死了 不那么简单 事情不那么简单 其实他自己本人不在乎了 但是呢 如果那个标签一直跟着他的话 永恒的遗憾 要感应的 我们现在有机会 趁着大家现在都明白 所以呢 就也是做一个更正 不然的话就拍板钉钉了 人们的那个固定化了的思维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不然的话呢 那个标签就摘不下来 对 我觉得呢 他肯定不是一个叛徒 他肯定没有出卖 他肯定没有讲任何他们的信息 之所以他的行为对教会造成了不好的后果 是因为大数据 不是因为他说的数据 但是呢 教会的角度来 对他呢 有这个怀疑 也是可以理解 因为的确是 好像是有直接联系 我想因为大数据人 就可能就实际真的是 家运在泰国的时候突然改变了 好像人不一样了 那个可能原因比较复杂 我觉得可能 我已经讲了 树林征战 是一个分子 他们也见过灰附体的事 但是 他是不是咱们会组织到 但是他的性格确实好像改变 他跟教会的关系改变了 我觉得有可能是不是这样猜测 他就是认为去美国是不可能的 但他怎么知道 对不对 我觉得呢 这是个心理现象 就是呢 期待越高的 越不相信 是会真 因为他觉得我这辈子 就没做成什么事 这是一件最大的最好的事 不可能成 是个心理问题 就是因为他以前 不是很成功的人生 常常失败 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件最大最可能的好事 最不可能成 所以因为对这件事不成 这个有这个心理障碍 然后他就跟教会 然后那个妻子跟教会一体的 又对他高期待 他越觉得他不可能达到 他最后他觉得跟文峰过不下去了 所以他就要回家 这个是属于人性的辱弱的问题 这个并不是什么特殊的罪 不是故意犯罪 是什么 如果说有故意的话呢 就是说他不听长老的话 让他最后不要再谈话 不要接电话了 那个人 但是至于他想要回中国 认为去美国 想要回中国 给父母打电话 这些都是人性的辱弱 并不是什么故意犯罪 只是他后来再接电话 不听长老的话 让他停止接电话 这个呢 是属于故意的 但是这个呢 跟他们最后被抓 其实呢 已经关系不大了 他只要打过一次 人家就知道 从这个事情翻转的 那个角度来讲 家运的这件事情 实际上反而促成了 最后美国政府 接纳所有的教会成员 对 因为他们被抓了 所以呢 才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视 才给了一个特殊的 这个非常特殊的情况 让他们背进来 确实不能特别简单化的 对待人性的软弱 是 所有人都可能去犯罪罪 所有人都会软弱 对吧 是啊 这个是 他的情况当然是 是有点独特 就是他是这么一个人 他是一个 教育程度不高 但是呢 很努力想做好 但是呢 又理解能力又差 但是对他的期待又高 那所以呢 他就是这么一个 很矛盾状况的人 他呢 他觉得他自己达不到人们的期待 所以呢 他这个最后就决定放弃了 回家了 是这个 肯定是他爸爸要 要让他回家 是 他们家人 从来就让他回去 他原来是不想回去的 但是呢 到了泰国之后 他是觉得 去美国不可能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心理障碍 就是他觉得 对我人生最好的这件事 肯定不可能成 因为我从来没做什么 实际上是通过家庭的这件事呢 促成了这个 他们最后整体的报备 是的 某种意义上是因或得福了 是的 就是以前人家说 哪有什么危险呢 结果这个危险就坐实了 通过您这样的讲述以后啊 我觉得他们会接收到 上帝的爱 和上帝的恩典之大 还有就是说在这个细节上面 那种看顾 会得到非常大的安慰 不然的话 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惩罚 对这一些很害怕的人 然后您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如果上帝 上帝里 你讲神是什么 这样的只有四处 好像是 一处讲说神是个灵 他是超越于万物的 一处讲神就是光 说明他是圣洁的 没有黑暗 一处讲说我们的神是烈火 这样他是正义 他要惩罚罪恶 但是最后一处讲神就是爱 而且这个神就是爱 说了两次 所以圣经里只有五次讲神是什么 有两次是讲神就是爱 所以呢 以上所有对神的认识都是正确 但是如果讲神 最核心的本质 那是神就是爱 所以我觉得五月花里面的人呢 对于那个周嘉运 有这个有一点 多少有一点愤意 这是可以理解 虽然我相信他们肯定会原谅 赦免这东西 但是多少一点 很因为他们的经历很苦 就是他们要把他归到某个地方 那归到他呢 是最简单的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么简单 不是他坏 而是他软弱 是这个世界坏 是撒旦坏 那么但是呢 这个作为人来说 他是一个软弱的弟兄 但是通过他软弱当中犯了错误呢 神却实施了拯救这个教会的计划 而且呢 也最后通过我们来帮助他来证明 所以神的所有的旨意 其实最后都达到了 但是他通过呢 实际上是通过这个人 他的软弱 然后他犯了错误 那这个尼克说是罪吧 他不听话 那个是罪 那但是实际上造成他们这个被抓的并不是因为那个罪 而是因为 只要他打电话就知道 是吧 这个大数据 现代科技的那个 这个感情上的东西 是要花时间去处理的 但是呢 从立场上来讲 他们都可以采用这个圣经的神的立场 就是神是爱 神是赦免的 神是主权的 神实现他的旨意呢 通过各种各样我们自己都不能够想象的手段 这就是神的起销手段之一 那神利用人的软弱失败 甚至于犯罪来实现神的好的旨意 最终呢 让我们所有经历的人呢 当我想通了之后 就把所有的容量都归给神 而且没有恨 没有不设定 另外呢 就是说要说一点 也不只是他的电话 其实在他们在泰国的时候 每天都有密探和那个 就是围绕拍照啊 所以他们实际上并不是这个 并不是也许不只是一个因素 导致他们被泄露 对不是一个因素 只是什么时候动手 所以实际上在那种时候 我觉得多少人都是恐惧 所以多少人都是绝望 所以我觉得嘉运他绝望 也是能够这个理解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对 就是他走了一个更 更离经叛道的路吧 中国堂的路 我觉得他也很有福气的是 和您接触 然后那个餐馆的老板 昨天在最四礼拜来了 我看到那个照片上 他都流眼泪了 那老板不是信徒 但是他呢 某种意义上 他很觉得这好像是上天 注定上帝差遣他来 到他的生命里来 也许或者这件事 最终会导致信徒 希望我事上如此 那个餐馆是 第二个餐馆的老板 是Hibachi吗 是Hibachi 对对对 他叫Little Ninja 他是做那个Hibachi Grill 所以他因为是我带 他信主 所以他呢 就给我面子 他就接受它 然后但是他在那里 做不上来 他们那个快速的赶上 所以他就推荐给 另外这个老板 他那个情况不一样 那这个老板接受了 而且这两个都同意 他信息店去守戴 那么 然后第二个老板呢 还这个对他很耐心 而且呢 他觉得 虽然这个人呢 脾气很倔 而且呢 这个有时候会发脾气 但是他 他那个很负责任 他不会欺骗人 那他觉得他是有信仰的人 是可以信任的人 而且这个第二个老板 曾经想把他 发展成为一个partner 一个伙伴 那就是共同拥有的 有股份的那种 查经是我到他的家里 然后呢 他到我家里来呢 就来了 就来了一次吧 就是我们过那个感恩节的时候 我们全家聚会 我带上我的四个女儿 还有女婿 还有孙子孙女 然后再加上 教会有一个年轻的 一个女人 在有这个闹离婚的 他只有一个人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这一大家人 在一次吃顿饭 那次可能对他有点感动 那个是感恩节的时候 然后呢 还有一次呢 就是春节的时候 我们原来想来家吃饭 后来说出去吃吧 然后那次吃呢 他坚持要给我们付账单 哦真的 对 哦 那这个很好啊 他有这种感恩的行动 嗯 这个是很好 你知道我听到一个细节是 他女儿告诉我的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 他说的 家运在 他们在韩国住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他们家庭比较美满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他们家庭比较美满的时候 家运会每次做一餐饭做得比较丰盛 轮着把教会里每一家请来吃了一顿 哦厉害啊 以前干过厨师啊 什么的 对对对对 对对 实际上很有心服侍别人 嗯嗯 然后呢 这个执事跟我讲说的在美国的一个institute 就是神学院遇到财政危机的时候 在韩国的时候 那家运跟他悄悄的说 他说他要捐一笔钱给那个人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这些软弱啊 我们也会有 那如果我们要胖在那种情况 神知道 那谁会做什么事 对吧 是 所以呢 对于别人的这种软弱的犯罪 如果不是那种 严重的那种道德上的故意犯罪的话 不是说要说那个决定怎么样 而是在中间有一些空间 或者是有一些柔和的一些地方 我觉得就是空间吧 就是说实际的情况 是在他们双方理解的那个中间 做的东西是错 因为在当时情况下 的确呢 他们劝说 家运不要继续接对方的电话 家运说我不听 而这样的话呢 在他们的教会里面 这就是属于这种 呃 被判呢 或者这是比较什么 这叫 嗯 冒犯权柄吧 大概是 反正是 这个他们那个改革宗的 这种圣约神学的教会里边 啊 那个长老 还的决定是终极的决定 反对这个东西呢 就是就是想到反叛 反叛神一样 所以他们有这种心态 那这种 这是他们的神学道 他们的东西是 也是有道理的 那他给个管教也是有道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家运那种心态 已经是很脆弱的情况下 他期望呢 他觉得不能成就 他爱的人就不理解他 然后他那个 他这个教会呢 开始去指责他 他想要回家呢 家又回不了 嗯 然后呢 呃 那 跟那个中国官方刚说 你要回去 你要坐牢 所以他等于是就是绝望了 所以他就等于是离家出走那样 那个 文宗那时候就谈了要离婚 马上市 然后他们就分了钱了 那是这个文宗还把钱给了他 那 那个 然后呢 他开始不要 后来又说要 那拿了他就走 嗯 他等于就相当于离家出走 自谋生路那样 嗯 但是呢 还是被抓了 嗯 而这个被抓呢 这么巧 怎么人就查他的护照啊 就是可能中国已经早就影响到那里的地方的 那个 权柄啊 什么 已经准备好要转 正好就赶上时候了 这家运正好在赶上 那个要行动的时候 他就要离开 然后呢 因为这两个时间是一样的 这不就认为是一回事 其实 嗯 但是呢 你也可以看见他的脾气的倔强 一般人呢 这就屈服了 他就不屈服 是 家运不是这个喜悦的人 是 教会和家庭对他都有些失望 啊 因此呢 也造成他 无论怎么努力 他也做不了得到人的喜悦 啊 这就是导致他的绝望 他不是那个恩赐 这一点呢 就是教会要区分开人有不同的恩 恩赐 对吧 恩赐有多种 但是圣灵都是一个 他的恩赐是服侍的恩赐 你强怕他就做教导的恩赐 那就是做错 那就不可能做好的 对吧 嗯 他就是性格十分倔强 要跟他做事的人 那是比较 有点技巧 啊 要 啊 要 要柔和一点 然后绕过他那个硬角 啊 然后呢 才能够跟他 其实他内心其实很柔软 但是你要绕过那个硬角 要让他给他那个刺老 你看 他那个牧师说 他从来没有办过丧礼 他从来没有办过丧礼 我这个教会都是老年人 我是美国教会 都是老年人 我已经办了好几十个丧礼了 是一个一个送礼建筑 那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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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